- 安波在本月初证实已经和牙医男友结婚一年 同时宣布怀孕喜讯 双喜临门收获隔街祝福 月前他在节目上透露 之前和一些还没生小孩的闺蜜 会逐渐不跟妈妈朋友聚会 因为聊天的话题越来越不同 对于事情的看法也不一样 像是他某次穿着时下流行的短板上衣 出门和朋友聚会时 当我妈妈的朋友规劝他衣服太短了 室内冷气很冷 肚子很容易着凉 甚至提醒他小心翼子宫受寒 以后生不出小孩 让他当下无言以对 此外当天大家点饮料时 有几位朋友都点了冰的 但妈妈好友到柜台帮忙点餐时 却自作主张将所有饮料换成热的 并解释到室内很冷 大家又穿得很短 因此必须喝热的饮料 让他直接傻眼 直接妈妈朋友很爱碎面 出门真的压力很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